根據瑞典哥德堡大學主導的跨國學術調查VDEM報告指出 你知道我國在全球將近200多個國家當中 遭受境外假訊息、侵擾的程度是排行第幾嗎? 不太曉得,but I think the situation should be severe 應該蠻嚴重的吧,該不會是第一吧? 沒錯,你猜對了,就是排名第一 而且從2013年起,我國已經纏聯9年冠軍了 可見假訊息或爭議訊息的氾濫程度 嗯,那學長,你剛才說到的假訊息 跟我們平常所聽到的認知作戰 Cognitive Warfare 及中共大外宣Propaganda 兩個又有什麼關聯呢? 問得好,假訊息 Disinformation只是認知作戰其中的一個手段而已 藉由網路滲透,製造混亂或民眾對立 而大外宣則是透過戰略性的方式 反擊對中共本身的批評 並且對外宣傳其正面形象 目的就是要控制輿論,在國際間爭取話語權 其實部隊中也常常宣導 接收到訊息應該要先做到停看聽 對內容保持懷疑的態度 多方的查證才不會被混淆視聽哦 是啊,提升整體媒體試讀能力與素養 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 Improving media literacy is a goal of everyone's efforts 接下來就一起透過專家學者的座談 來認識中共如何透過大外宣操作認知作戰 以及國人應有的防範意識 Check it out 大家好,我是連佩貝 日前根據媒體報導 中共培訓網紅對台統戰 也透過社群軟體影響我國青少年的認知 國安局經過調查之後 證實卻有此事 而且已經掌握處理 舉例像是上一次烏克蘭撤僑的時候 在深圳的中共網紅竟然去炮炙 所謂的關西機場事件 人根本就沒有在烏克蘭 還大聲嚷嚷說 中共派飛機是把台灣人載回去 還講了一些配合中共統戰的話 經過國安局調查 24小時內就揭露 這就是中共的認知作戰 這種中共大外宣 以及對台統戰策略的實際作為 很值得我們探討並加以應處 好 今天我們特別邀請到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新聞系主任 傅文成老師 以及國家安全研究院 劉淑婷老師 來為大家剖析中共大外宣 以及對台統戰策略 我們要如何謹慎面對應處 簡單解釋一下什麼是認知作戰 什麼又是中共大外宣呢 好的 謝謝主持人 其實認知作戰是現在非常多 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個名詞 在嚴格定義上 它就是國外勢力 它有組織有目的的 在台灣散佈了虛假訊息 引起台灣人民的討論 那舉例來說 前一陣子在中共軍機艦落台 很嚴重的時候 國內的像PTT 或者Facebook的這個網路上 就有人說 中國已經大規模集結了 準備要對台武力入侵我們 可事實上它只是一個虛假訊息 但是短時間內 從PTT到Facebook 從Facebook到傳統媒體 引起非常多人的討論 要打仗了 我們可以信任我們的國軍嗎 我們可以信任我們的政府嗎 那所謂的大外宣 就是另外一件事 剛才我們講的認知作戰 是快速的找到這個議題 然後快速的反應 但是大外宣它不一樣 它使用國際的媒體 然後長期的軟性的 說好中國的故事 那再舉個例來說的話 像這禮拜最熱門的議題 大概就是新疆人權的問題 那中國就會嘗試的說 用推特平台 或者是用一些國際媒體 說我們其實也有民主 我們其實也很注重人權 事實上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子 那就是目的就是 為了要創造國際社群 對於中國錯誤的幻想 那以利以後 在區域衝突的時候呢 它可以轉而支持中國 了解 那在這個網路時代 中共的大外宣模式 它是怎麼運用的 它企圖對我國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這邊是不是先請劉老師 幫我們剖析一下 主持人您問到重點了 那中共的大外宣的目標 就是去主導國際輿論的空間 主要透過兩手操作的策略 它一方面加強宣傳正面的故事 一方面透過抹黑扭曲 對它不利的資訊和來源 去影響國際社會的認知 例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中共在美國投入一年 比一年高的宣傳資金 像是它租下時代廣場的大螢幕 去播放對抗疫情的宣傳影片 但是它卻同時透過網路流量的機器人 還有社群媒體的假帳號 去散佈美國才是疫情元凶的 這些陰謀論 那除此之外呢 中共也會利用借力使力的模式 那這個模式是利用國際社群媒體 或是中共和其他國家合作的媒體 或是網路上的這些意見領袖 尤其是外籍的這些網紅去借嘴說話 那利用這些對國際社會具有信任感 還有親和力的傳播管道和消息來源 去增加說服的效果 那最後就是精準傳播的模式 習近平呢 在去年的中央政治局 舉辦的集體學習的課上 他就強調外宣要根據不同的區域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群體的樂聽眾 依據他們的樂聽習慣和需求 進行精準傳播 例如現在我們10項年輕人 習慣喜歡的這些抖音 透過中共的政策文件 還有研究都會指出說 抖音它其實肩負著中共對於 特別是年輕人的宣傳任務 了解 所以也就是說兩手策略 借力使力 精準傳播 表面看起來好像無孔不入 不過在實際操作上 根據你們的分析 有哪些漏洞或是限制呢 對 當我們如果去細看 習近平時代的這個 中共的大外宣 會發現大多數的內容 不僅是教條式的宣誓 或是說像是複製的模板故事 製造陰謀論和假訊息 用那種人海戰術的方式 去輪番的洗腦傳播 但是這樣的舉動呢 顯然已經造成 國際社會的反感了 是啊 我是記者出身 太了解中共所謂的媒體 其實是為政治服務的 他們扭曲這些原意 然後去虛構消息來源 其實在國際間 早就喪失了公信力 可是即便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中共大外宣的模式 對我們台灣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威脅 沒錯 我們從剛剛討論的 這個兩手策略的模式來看 中共它就試圖去操弄 國際的輿論 破壞我國在國際的形象和機會 另一方面 這樣的兩手操作 也會被中共用來分化 我國的社會民心 然後去強化內部的矛盾 那例如說 我們可以看到 疫情期間 中共一方面去傾銷 為台胞接種疫苗 或者說 台胞在大陸施打疫苗 這種宣傳新聞 那一方面又在網路上 去製造假訊息和陰謀論 去扭曲五國政府的抗議的成效 那從借力使力的模式來看的話 它透過引述台灣的專家學者 去博取信任 然後去拉攏台灣在地人的現身說法 像是去培養台灣的網紅 去協助宣傳 進一步去影響台灣民眾的認知 那從精準傳播的這個模式來看的話 中共也可能利用台灣青少年愛用的抖音 去散布仇恨言論 那在非常時期就有可能發動輿論戰 去威脅到國家的安全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近年來中共對我國的新媒體宣傳 開始大量使用閩南語 客家語 透過這些在地的語言 讓中共的宣傳內容更容易 被我國的民眾接受 那進一步就會影響我國社會的認知了 真的耶 因為我們平常在滑手機 欣賞影片 分享資訊 看起來好像無害 但其實會在不知不覺中 被中共的大外宣影響到我們的認知 因為現在大多數人都是用手機得到資訊 那多數的台灣人一天花五六小時在手機上面 那包含了你跟朋友交往 那包含了你看新聞都從手機而來 所以從手機來的這個資訊 常會發生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你只看得到手機的推播給你的訊息 它形成一個很厚很厚的我們叫同溫層 所以你就好像你有很多的資訊選擇 但事實上你毫無選擇 那這個同溫層很重要的這個後果就是 它激化了我們社會的對立 因為你不是A方就是B方 中間好像沒有什麼理性討論的空間 因為你也接受不到另外一邊的訊息 那舉例來說 網路上曾經有一個這個不明的訊息 一個假消息 它是總統府說的公文說 我們要幫日本處理福島的核廢水 這件事情你從這個邏輯上看來 它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要把水從日本用海運到台灣來 即使是這樣的假訊息 它還是造成了數十萬人的回應 轉貼留言 它已經傷害到台灣人民 對於政府的施政信心 那其實我們政府也好幾次的強調說 這樣的訊息的確會撕裂我們民主的價值 那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臉書之前也有一個假訊息說 中共已經在我們的東沙群島 實施多島的這個演習 可是事實上這個演習離東沙群島 還好遠好遠了 它也沒有這個進行多島演習 那這樣的訊息也影響了 我們目前台灣社會大眾 對於我們的國防部的信心 是啊 所以其實可以聽得出來 有很多的假訊息在流傳 即便剛剛講的共軍不曾登島 不過它認知作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因此很多人在LINE群組上面廣傳 台灣即將面臨戰爭 沒錯 真的是蠻誇張的 談到這裡 又要講到 另外一個廣受青年朋友 有喜愛的這個社群平臺Dcard 最近有相關的假訊息在傳播 是的 因為如同劉老師剛剛有說到 現在中共做這個認知作戰 跟假訊息的傳播是非常精準的 所以它可以依照不一樣的年齡層 不一樣的這個教育程度 不一樣的居住地區來做影響 那像Dcard就是台灣現在青少年 包含大學生最喜歡的一個媒體的 那Dcard上面這個假訊息是這樣子 它是我是空軍我好累 那裡面大概就是有一個人就現身說法 說因為中共的軍機艦繞臺導致空軍的 戰備任務大大的提升 那因為這個空軍的處理 他就覺得好像沒有非常的妥視 所以這個好像沒有用 那對於空軍的基層來說是怨聲載道 那經過調查之後這當然是一個假訊息 只需乌有 裡面的番號 內容 細節 通通是虛構的 可是訊息是假 但是影響是真 網路上討論是什麼呢 就說我們空軍一點點的戰備任務 你就可以抱怨 那你還有戰力嗎 這是非常大的影響 對國防部來說 我們可以說認知作戰就是一種 處於平戰時期界線模糊 介於傳統和非傳統之間 安全威脅的這個新型作戰模式 那近年來許多境外勢力運用網路 去製造假訊息或是爭議訊息 去影響社會大眾的認知 進而改變投票行為 或是激化社會對立 讓政策失去了理性討論的空間 一般人在或許訊息的過程中 會讓常常接觸到的媒體跟社群 形成議題設定效果 也就是說人們的想法跟立場 會跟社群媒體流傳的相類似 而這樣的效應 如果透過有心人刻意去加工成假訊息 就容易形成單一許相的認知偏見 而且也就是剛剛老師提到的同文層吧 是的 這些受到網路上 社群媒體的推播 它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如果他們在網路上也宣稱說 沒錯 那個假訊息是真的 那他影響的就是相信他的 這些粉絲朋友們 那這樣的影響其實是非常深遠 而且快速的 舉例來說他有10萬的粉絲的話 那他只要說關係機場 這是一個真的 順時間馬上就有10萬的流量跟點閱率 他只要參與的越多 認知作戰的影響就越深 傳播速度就越快 所以劉老師你是不是覺得媒體的管道 通道它們也是非常重要的 是 媒體的管道 就如同主持人所說是很重要的 在大家都習慣用手機 下載APP來交遊娛樂的這個時代 許多來自中共的訊息 也會搖身一變 悄悄地走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那例如說號稱中國版的Instagram 小紅書 他就主打有質感的生活化內容 用戶就可以透過圖文 或者是一些短影音的記錄 去分享他的日常 已經成為時下年輕人生活當中 重要的資訊來源了 真的 我覺得最可怕的 就是剛剛講到的抖音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 建立帳號或是上傳影片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事實查核機制 是 沒有錯 可怕的還不是這種 有組織有目的的APP 可怕的是 我們有個事情叫做數位足跡 它意思就是說 你在網路上所有的瀏覽的過程 你看了什麼 你買了什麼 你跟誰交朋友 都會因為你下載了這些抖音 小紅書 而對中共是門戶大開 換句話說 只要你下載 也就是等同於你把你的個人隱私資訊 全部都對外公開 那中共只要收集了夠多 這樣子的資訊之後 又會轉過來變成他認知作戰 精準打擊的重要的數據 再加上我們前面那一段說的 有網紅在推播住來 它形成一個非常精緻的產業鏈 推播給台灣民眾 那像是他平常如果做一些 非常流行的資訊嘛 久而久之 如果到了需要作戰 或者是區域關係衝突 緊張的時候他搖身一遍 馬上就可以吸引大量的粉絲 快速地影響台灣的民意 所以既然如此 我們要怎麼去提升國人 妥適應對爭議 或是虛假訊息的能力 有沒有一些事實查核的管道 劉老師這邊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說明一下 是的 在政府機關的查證平台上 像是衛福部的真相說明 還有衛福部下面 疾管署的澄清專區 那另外還有內政部 警政署的即時新聞澄清專區 還有法務部調查局的新聞快報 那另外臉書開始推行了 第三方事實查證的計劃 特別是和我們的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這些民間機構做合作 共同去抵抗假訊息的擴散 那另外我國民眾愛用的LINE 它也推出了訊息查核的帳號 協助民眾查證的工作 的確據我所知 其實民間的查核平台 另外有像是美玉儀 美的好朋友 趨勢科技防詐騙達人 跟Covac真的假的等等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 在社群網路上的假訊息 並不容易被察覺 對 所以各國進來 紛紛推行這個事實查核運動 其實只要你一知道說 這次認知作戰 基本上它的功能就沒有那麼厲害了 面對認知作戰 那我們的國民要培養 數位媒體的素養 包括如何去洞悉謬誤 或者說這個詭辯 如何去識別錯誤的推理等等 那並且要去養成對任何訊息 都會評估證據來源 動機的這個智力自衛習慣 讓資訊試讀成為一種數位衛生的措施 就好比說教會人們如何去洗手 如何戴口罩 要保持社交距離 這樣的一樣的自然 對 劉老師比喻的其實很好 簡單來說我們對於認知作戰 要有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不親信 第二個就是不轉傳 第三個就是情查證 那不親信呢 就是如果你看到這個訊息 你要先思考一下 這訊息來源是誰 那誰會得利 然後它的影響又是什麼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訊息 不是這麼的可信 那就千萬不要 第一時間就把這個訊息 轉傳到你的朋友的這個粉絲團 或者Line的私密朋友圈裡面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訊息很重要 你要把它弄清楚 那叫利用剛才我們介紹的 各種視察的管道 把這個訊息查證好 如果大家都可以有這個 不清晰不轉傳情查證的概念的話 那相信我們對於認知作戰的抵抗力 就會越來越好 成如副老師剛剛所說的 唯有全民提高警覺 神聖因應 才可以齊心守護 我們的社會和平跟安定 今天再次感謝兩位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對中共大外宣 以及對台統戰策略 有更深切的了解跟認識 而且要從中知道 這要怎麼去因應 記住喔 不清醒 不轉傳 請查證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不明顯eeeee